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别人向你传递爱意或者释放善意时 伸手接住才是对这份情最大的不辜负 学会领情是一个人最高级的情商 领情是一种能力 卡奈基在《人性的弱点》当中有言 如果想要让友情变得长久 那么你得让别人为你做一点小事 这会让别人有存在感和重要感 卓别林是快智人口的喜剧大师 他一生演绎了很多经典的影视作品 某次他饰演一位长途跋涉的徒步旅行者 为了显示出角色的疲惫 卓别林特意把鞋带松开 全身都松松垮垮 这身打扮被他带领的实习生看到后 立刻上前好意提醒他 老师 您的草鞋带松了 卓别林听后连忙道谢 弯腰把鞋带系上 实习生也因为自己的好意提醒 而觉得十分开心 但实际上他并不知道 卓别林解开鞋带是有意为之 同样 卓别林也没有趁着这个机会 教育学生演戏的技巧 这一幕被场内的一个记者看到 在节目结束后 就前去问卓别林 你为什么没有当场教这位弟子 解开鞋带是为了更添合角色 反而是听了他的建议 系上了鞋带呢 卓别林答道 别人的好意必须坦率接受 要教导别人演戏的技能 机会多的是 在今天这种场合 最重要的是要以感恩的心 去接受别人的好意 并给予回报 一个懂得领情的人 是有着宽广胸怀和善念的人 他们知道真诚的情意难得 应该值得珍惜 查理芒格说过 在手里拿着一把锤子的人眼中 世界就像一根钉子 那些不懂领情的人 恰恰就是拿着锤子的人 把别人的好意当作眼中钉 会领情就是懂得感恩 能把感谢的言语化作行动 这样的人竟能大方接住 对方的善举 也能在关键时刻 回馈自己的一颗心 不懂领情 只会让你人生越走越窄 不懂领情的人 无疑是在 毫无顾虑地消耗别人的感情 忽视别人的付出 《白鹿园》中有这么一个故事 白家宣誓书中一位 传统并本分的人物 继承了白家淳朴的祖德 人善且宽厚 对待家里的常公 从不遗止气势 与常公陆三 更是与兄弟相称 激情之年 陆三觉得自己应该离开白家 这一想法被白家宣指导后 遭到了冷脸和排斥 他说 三哥你听着 从今往后 你再甭提这个话 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 我吃稠的你吃稠 我吃稀的你吃稀 万一有一天断炖了 接不开锅了 咱兄弟们出门要饭 搭个伙 结个伴 白家宣不仅贴心对待陆三 还供他的两个儿子 黑娃和兔娃上学 完全像自家的孩子 只不过 黑娃看久了父亲 在白家宣面前 卑躬屈膝的样子 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他不明白 为什么父亲辛辛苦苦地劳作 还要对白家宣点头恭顺 他扭曲地认为 自己在白家就是最底层 被人看不起 所以他做梦都想离开白家 因为这种拧巴心理 黑娃竟然派土匪 打断了白家宣的腰 此时的黑娃 完全忘记了之前白家 对他们父子两代人的恩情 反而失去理智 痛下狠手 这种不懂领情 转身记恨的行为 只会让那些善良的人寒了心 最后自己的路 也会越走越狭窄 作家刚倒月子 在著作 我在哈佛学道的人脉课中有言 我们结交人脉的目的 绝非是为了投机取巧 安逸地生活下去 而是为了借助人脉的力量 登上施展抱负的舞台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钱忠书先生在创作为诚实 穷得揭不开锅 因为他的学术稿无人问津 彼时钱忠书和杨将夫妻二人 失去了经济来源 实不果腹 他们的朋友黄左林 这时伸出了援手 主动导演了杨将的喜剧作品 夫妻俩没有自视清高 而是领了这份恩情 并把这份帮助记在心里 多年后围成快智人口 无数人争夺版权 而唯一获得钱忠书剧本授权的 只有黄左林的女儿 黄鼠琴 电影成功播出后 口碑再到 多半评分高达9.3分 一个人的能力再强 也有需要别人帮助的一天 领情并不是向别人示弱 而是与别人建立强链接 诗人约翰多恩说 没有谁是一座孤岛 在大海里独具 适当的领情 既能解决自己当下的难题 也是对别人善意的 一种很好的回应 任性之前 要先有领情的本领 真正会发光的人 既能妥善接住别人的情 还能得体地保留自我 演员刘德华在年轻时 本是一个不知名的小人物 因为别人给他的一次机会 才让自己发了光 当时的他一直在跑龙套 即使是小角色 他也尽善尽美做到最好 而另一个红得发紫的演员 周润发 看到如此拼命的刘德华 就想把头奔怒海的角色 让给他演 起初刘德华并不领情 反而质问周润发 你不演的角色 为何推给我 周润发恨铁不成钢 生气道 你现在根本就没有市场 真是没出息 烂透了 言下之意就是 现在的刘德华 还没到可以任性 选择市场的能力 刘德华听完后 也开始反思 自己资历不够 确实还需要历练 斟酌考虑后 刘德华听取了周润发的建议 认真演戏 最后他凭借 投奔怒海声明大噪 打开了市场 还获得了第二届 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新演员提名 幸好刘德华当初 领了这份情 才能帮助自己在事业上加速前进 有自己的想法固然没错 但面对别人的主动帮助 学会领情更加重要 这份情谊既是一份关心 更是一份在乎 今年的一部热播剧 《山海情》几乎零差评 深得观众喜爱 剧中的女主李水花 坚韧 善良 美丽 但同时也是一个牺牲了自我的女人 在世嫁年龄 父亲为了一个水轿 一头驴 两只羊 两龙鸡的彩礼 把她嫁给了邻村的一名男子 婚后 丈夫因水轿塌方 压住双腿 不幸下身残疾 但好在水花坚强 从没有抱怨过一句 默默地撑起这个家 没过几年 水花用好不容易攒下的三百块 给丈夫买了一副轮椅 本想让丈夫高兴地站起来 谁知丈夫看到之后非常生气 完全不体会妻子的用心 不仅念叨她乱花钱瞎折腾 还连带指责水花 对初恋马德福念念不忘 听闻这里的水花 也是非常寒心 说道 以后你发火 喊啥骂啥都行 就是不要把我和德福 往一起扯了 不懂得领情 既会伤了爱自己的人 也会伤了自己 毕书敏有言 知道谢父母 却不盲从 知道谢天地 却不畏惧 知道谢自己 却不自恋 知道谢朋友 却不依赖 知道谢美丽种子 美丽清风 也知道要早起播种 和御风而行 会领情的人 有一颗感恩的心 接住别人的善意 守住一颗热乎乎的心 他能体会到 对方的良苦用心 小心地记下这份疼惜 在以后 给予回报 心情应创始人 古典 在超级个体中有言 你一定要有一个信念 你今天遇到的 大部分问题 在别人那里 早就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而善于领情的人 更会妥善地处理问题 在别人那里 得到充足的扶持和帮助 同时 恰当时机 也能传递出自己的善意 把自己变成一个容器 接得住深情 也给得出暖意 如此这样 才算在世间 好好地活了一会 与他人产生了 强烈的联系和交互 我们常说 乐善好施能服于人 上善若水 厚德在无 对他人的善良 尝怀感恩 对需要援手的人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让我们与他人之间的情意 流动且丰满 充分感受到 世间 所有的温情 今晚就是这样 听完早点休息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